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数学中 像刚刚的叙述中有两个变动的量 两个量分别用X及Y表示时 这两个变动的量XY即称为变数 当X确定时 Y也随着唯一确定 此时它们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那么因为Y的值是随着X值改变 所以称X为自变数 Y为硬变数 X是自己改变的数 所以是自变数 而Y是硬对X而跟着改变的数 所以是硬变数 哦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而我们刚刚在看的这个关系 又称为一种函数关系 函数关系 那又是什么 当给定一个X都恰有一个Y与它对应时 这种X与Y之间的关系称为Y是X的函数 原来如此啊 所以刚刚我们把X当入源人数 Y当所需票价时 因为确定一个入源人数后 都恰有一个所需票价与它对应 因此我们可以称这里的Y是X的函数 没有错 就是这样 大家 我们去玩碰碰车 好啊 好啊 他们在玩碰碰车的时间 你来练习看看会不会判断函数了 狐狸猫 小树蛙 李李 麦麦 在游乐园玩碰碰车 从画面中可知 每一个人坐一辆碰碰车 若以X表示狐狸猫 小树蛙 李李 麦麦 Y表示他们所坐的碰碰车 判别Y是否为X的函数 答案选A Y是X的函数没错哦 因为当人确定后 会有一辆对应的车也跟着确定 也就是说当X确定后 Y也随之确定 所以Y是X的函数 好好玩哦 对啊 那接下来要去哪呢 你们看 那边可以租游乐园车耶 要不要租一台 好啊 这样就不要走路了 好轻松 这里有油园车租车收费标准 咦 这张表看起来跟我们刚刚在学的函数 好像哦 不过不确定是不是 若以X表示租车时间 Y表示租车费用 判别Y是否为X的函数 答案选A 因为从表格可知 当X的值确定后 都恰有一个Y值与它对应 所以Y是X的函数 这除了是一个函数关系外 我发现这好像可以用XY列出一个等式耶 李李的观察很敏锐哦 我们除了可以先观察 两变数是否是函数关系外 若两变数有对应变化关系 则用来描述这种关系的算式 即称为关系式 那么以同一个表格为例 若以X表示租车时间 Y表示租车费用 你可以选出下列合者 为Y与X正确的关系式吗? 答案选C 因为从表格中可以发现 每一格租车费用Y都可以改写成 80乘以该租车时间 因此Y与X的关系式为Y等于80X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在这个租车表格中 当X表示租车时间 Y表示租车费用时 我们可以观察到 Y是X的函数 而且Y与X的关系式为Y等于80X 没错 这个统整得非常清楚呢 那我们赶快付钱吧 在今天这支影片中 有三个重点 第一 若叙述中有两个变动的量 将两个量分别用X及Y表示 这两个变动的量 X、Y集成为变数 当X确定时 Y也随着唯一确定 此时 它们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因为Y的值是随着X值改变 所以称X为四变数 Y为硬变数 第二 当给定一个X都恰有一个Y 与它对应时 这种X与Y之间的关系 称为Y是X的函数 第三 若两变数有对应变化关系 则用来描述这种关系的算式 即称为关系式 以上都记住了吗 都了解的话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